各位同學,我們今天開始學王維的山居秋名 我們知道這首是唐詩 這首山居秋名是DSE文憑史中文中指定文言篇章的其中一首唐詩 它有三首唐詩指定篇章,山居秋名是其中一首 這首山居秋名是如何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重間照,清泉石上流,逐圈貴遠旅,連動下如舟,徐衣春芳傑,黃孫自可流 我們讀完文章,首先了解一下王維這個人 王維是其中一個在唐代很有名的詩人 他有一個稱號叫做師佛 即是佛教的佛 那為何他會叫做師佛呢? 他本身王維這個人 他是一個很喜歡大自然 而且他本身是一個信佛教的人 所以他寫的詩 其實是有一個佛教的味道在裏面 所以那些人就叫他做師佛 與此同時,王維也是一個畫家 所以蘇式 即是蘇東波 就曾經說過王維的詩呢 和畫是怎樣呢? 就是畫了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即是畫呢 他的詩,在王維的詩裡面 其實好像一幅畫一樣 而王維的畫呢 又會好像一首詩一樣 即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王維的詩呢 其實形象是很鮮明 意象是很豐富 即是會令到你那個 很有畫面的感覺 即是他的詩裡面可以給到一個畫面 所以先說他有一種 讓你覺得他是一幅畫 是一個好像一幅畫一樣的視覺效果在裏面 正如我們前面都說過 就是王維是一個很喜歡大自然的人 其實他晚年也是隱居 即是他也是隱居在一個靠近大自然的地方 所以他王維詩最出名 和他最喜歡寫的題材 當然就是關於大自然的山水和田園 他的山水詩和田園詩是最出名和寫得最好 亦都因為這樣 所以之後的人就會將他歸到山水田園派 因為唐詩其實有好幾種派別 山水田園派是其中一個比較出名的派別 那麼在這個山水田園派裏面 另外有一個詩人又有好出名的 就叫做萬浩賢 那萬浩賢大家可能比較認知的 就是他那首春曉 即是春眠不覺曉的那首 所以這個山水田園派裏面 其實就是以王維和萬浩賢做代表的 那除了山水田園派順便講一講 那還有些什麼的派別 是比較主要和你們一定會認識的詩人呢 就是譬如杜甫他是一個很現實的派 即他是現實派 那麼他寫很多社會的東西 那麼另外一個很出名的就是李伯 他就是一個羅萬派的就是喜歡寫一些想像力很豐富的東西 所以呢 這首山居秋名呢 他也是用這個寫山水的一個作為體材的 主要是寫山水 這樣大家其實對唐詩應該不陌生的了 因為你們初中已經會開始學唐詩 那我們就從這個唐詩的一個體制去看看這個山居秋名 首先這一首山居秋名呢 我們看到有八句 八句就當然是律師 而他每句有五個字 所以這首山居秋名是一首五言律師來的 所以他也是一首近體詩 近體詩是相對於古體詩而言的一種格律師 這樣我們知道了 律師是近體詩 近體詩其實是有規律的 那麼這個律師的規律是怎樣呢 我們就要詳細再看看 首先呢 他的句數呢 是有規定的 八句就是律師 四句就是絕詩 即是絕句 也可以說 那麼呢 字數呢 也都有規定 那麼一系就是五個字 那就稱為五律 那麼一系就是七個字 那麼這首我們剛剛說了 是一個五律來的 那麼我們也知道律師是有平則規定的 平則的意思就是 他每一個字 在教律師裡面其實是分為平聲和側聲 那麼呢 因為漢語有四聲的 就是平上去入四聲 那麼平聲就是平聲 上聲、入聲和去聲就是側聲 那麼呢 他在教律師裡面 他規定了每一個字 是用平聲和側聲的 那麼就要跟這個平則規定去寫 那麼呢 所以呢 因為他那個平則是跟了他那首詩的格律 所以他朗讀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會是很好聽的 會覺得 那麼他在對象方面都是有規定 對象的意思就是對偶 那樣呢 那麼 那麼 唐詩他其實是會分為聯的 什麼叫聯呢 他每兩句就會叫做一聯 那麼我們知道律師是有八句的 那麼每兩句一聯 八句就有四聯 那麼 那麼üör feminism 對象的規定在哪裡呢 他呢 反正八句 那麼他也有八句 那麼第二、四、五、五、十三、五、六、六 即是第二和第三聯 就一定要用對牛的 那麼 就是律師他對象的一個格律 這個C當然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會壓運 那麼律師的壓運規例是怎樣的呢? 首先它雙數據的句尾是一定會壓運的 如果以我們這個例子來看 就是雙數據就是這一句的最尾 第四句、第六句和第八句 其實它還有一個有機會壓運的位置就是第一句 就是這一句 但是律師裡面它的第一句是可以壓可以不壓的 這裡我們看到其實就是第一句都壓運 他們壓了什麼運呢?其實就是AU星母 所以我們去看運的時候 後、秋、流、周、流 這五個字其實都是壓運的 就是因為他們的運務都是AU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山居秋名的壓運的地方 因為它壓運的地方在最後那句 所以我們又會稱為運腳 那麼對象呢?我們剛剛就說了 律師的對象呢?就是在第二聯和第三聯 所以這兩聯的兩句呢 就是那一聯裡面的兩句呢 就會是對偶句來的 所以我們首先看第二聯 那麼明月呢?就對清傳 名詞對名詞 從間呢?對石尚 那又是一個名詞對名詞 照呢?就對流 那這個呢?就是動詞對動詞 之後呢? 竹就對連 名詞對名詞 圈呢?就對動 動詞對動詞 圈呢?就對宇宙 那呢?也是動詞對動詞 遠女呢?就對宇宙 名詞對名詞 我們所以就會看到這兩聯 是一個很工整的對偶句來的 那我們用兩題題目總結這一節 學了些什麼? 第一題就是山居秋名是屬於什麼屍體? 在這首詞裏面 字數和壓韻 是有什麼要求呢? 第二題 近體詞其實 是包括了哪一種屍體呢? 在字數和壓韻方面有什麼要求呢? 就試一下舉一首唐詞 作為例子去說明這件事 來吧 類似做的 一種屍體 кими大臉 是弊子 不然是 這樣 就想說明這件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第一个字也是压运的 运脚秋榴周榴 第二题 近看诗里面还有绝诗 绝诗有四句 都是五个字或者七个字 都是双数句压运 即是第二和第四句 第一句都是可以压可以不压的 例如王位的山中送别 一首五绝 山中相送白 日暮染柴妃 春生年年绿 王宣归不归 我评到飞和龟是运脚 有四句 每句五个字 你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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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评论